日落尤其温柔,人间皆是浪漫。 如果不是妈妈车祸,我可能永远也不会知道,原来我不是我爸亲生的。 妈妈一直在镇上开小杂货店。 那天雨下得很大,妈妈接到姑姑乔艳的电话,让宋义平促和几代言过去。 我不想让她去。 一来风大雨大,二来乔艳每次都说钱下次再给。 可一年到头,只在年底的时候给一个五百的红包。 每次还一脸恩赐地说,剩下的钱就给施宇做压岁钱吧。 可她从我家店里拿的米面凉油,至少几千块了。 我妈还是去了,结果被一辆农用拖拉机撞了。 拖拉机翻到路旁的水沟里。 六十多岁的光棍司机跟我妈一起被送到医院。 这种情况,想让肇事者来付医药费,简直是痴人说梦。 医院下了病危通知,让我马上交四万块押金。 爸爸两年前因病过世,妈妈是个孤儿,我唯一的亲戚就是乔艳。 我心慌意乱,第一时间给她打了电话。 她五年前买房,找我爸借了十万。 欠条还在我妈手里。 什么?你妈出车祸了? 她在那边很惊诧,还差三万多。 我的钱全给你姐买车了,实在凑不出那么多。 你等着,我尽量给你瞅瞅。 十分钟后,她给我转账了三千八百,被住借款。 诗语,我跟你姑父把所有的卡凑了下,只凑到这么多。 三十八这个数字,像是刺刀,狠狠戳进我眼里。 我愤怒又绝望,可眼下不能争吵,必须冷静。 那表姐呢,她能帮帮忙吗? 她不是谈了个有钱的男朋友吗? 表姐张琳比我大一岁,高中毕业后就出去工作,没多久就谈了个很有钱的男朋友。 而我,一周前刚收到某九八五的录取通知书。 乔燕总说书读得好,不如人嫁得好。 我将来毕业一个月撑死,拿个两万,而张琳男朋友每个月给的零花钱,都有五万朝上。 我之前已经给张琳打过电话,但她没接。 乔燕马上拒绝,你表姐跟她男友闹分手,自己都顿顿吃泡面呢,这时候拿不出钱的。 你别急,我再给你想想办法。 她说着要挂电话。 我哭着哀求,姑姑,你借了我爸十万块,都五年了。 我知道你有钱再放利息,人命关天,你先还我好吗? 刚才四处打电话找我妈的老主,雇借钱。 有个伯伯提了一嘴姑姑,有钱再放民间借贷,数额还不小。 乔燕沉默了几秒,语气变得冷漠。 乔诗语,你妈没告诉你吗? 你根本不是乔家的种。 这钱,还轮不到你来讨。 我也顾不上自尊,卑微哀求,姑姑,求求你。 就算我借得也行,我妈一定能还上的,她现在情况很不好,会死的。 乔燕轻轻笑了一声,急诊室人人脚步匆忙,我听到她吉低吉低地说一声,死了才好呢。 电话断了,之后再也打不通。 暴雨噼噼啪啪打在医院走廊的玻璃上,像是无数锤子,狠狠砸在我心上。 我妈浑身是血躺在急诊室,呼吸微弱。 主治医生一遍遍催我脚肺,说我妈颅内水肿,多拖一分,就增加一分危险。 不管我怎么请求,医院都坚持他们不是慈善机构,不交押金,绝不会动手术。 这一刻,我深深体会到了绝望的滋味。 我握紧妈妈碎瓶的荣耀疤,狠狠抽了自己一耳光。 如果我坚持拦住她,如果我替她去,如果我留意她的银行卡密码,眼泪大颗大颗砸在破碎的屏幕上。 假如我真的不是我爸亲生,这一刻,我多希望我有个富豪爸爸从天而降啊。 可这样的情节,从来只出现在小说里。 就在极度绝望之际,我妈手机屏幕亮了起来,是一串省会星成的陌生号码。 我考上的大学,就是星成的。 我接起后,电话那头响起一个宽和的男生,理解,你考虑好了吗? 我病急乱投医,气不成声,叔叔你是我妈的朋友吗? 我妈出车祸住院了,需要押金做手术,叔叔你能借我点钱吗? 我求你了,我求你,电话那头的男人声音拔高,你是诗语。 你别慌,现在听我说,十多分钟后,医院安排专人专车,把我妈转移到省城人民医院。 我们县城距离星成并不远,一个多小时后,我妈被推进手术室,护士让我签了各种文件。 我正要问钱的是,身后响起一道浑厚的男生,诗语,我一回头,看到个身材高大的中年男人。 他眼眶发红,上上下下打亮着我,嘴唇微微颤抖,你就是诗语。 他身后跟着一个染着黄发时五六岁左右的少年,从手机里抬起眼,带着敌意和不耐盯了我一眼。 我思索了一下,您是之前电话里的王叔叔。 是,是。 王叔叔眼神复杂,你妈妈给我看过你照片,你比照片里要高要瘦。 少年吃了一声,跟竹竿子似的。 男人冷了脸,思佳,没礼貌,叫姐姐。 思佳,一个男生,怎么叫这名? 王思佳翻了个白眼,走到一边去了。 转院和手术的费用,王叔叔已经垫付好了。 他说是我妈妈的旧教。 我从来不知道,我妈有这样气度和财力的朋友。 手术期间,王叔叔一直陪着,各种情况都是他在沟通,他似乎跟医院的人很熟悉。 几个小时后,手术总算顺利做完。 我高高悬起的心,也落了下来。 这时才发现自己的衣服上,是一块浅一块的脏物。 是之前冒雨到医院摔了一跤,衣服湿了又干之后留下的痕迹。 我妈妈药还没过,一时半会醒不来。 王叔叔让王思佳带我去买点换洗衣物。 来得匆忙,我什么东西都要现买。 我本来想着在医院门口买买就算了。 没想到王思佳一个电话,就有司机开着车过来,直接把我们带到了附近的商场。 他静止带我到一家店内,抬了抬下巴,语气硬邦邦,好多同学都穿这个牌子,你自己选吧。 说着,他一屁股坐在沙发上,掏出手机开始打游戏。 我走过去,拿起一件样式普通的短袖,看了一眼吊牌。 一千九百九十九元。 这是抢钱吧? 我的衣服都是网上买的,夏天的短袖从不超过五十。 我赶紧把衣服放回去,正要跟王思佳说去超市买买就好了。 这时,一个化着浓妆的女人,挽着肥腻中年男人进来了。 两人有说有笑,举止亲密,居然是表姐张琳。 她手里拎着好几个购物袋,其中有一个是某福珠宝。 这就是她找的有钱男友,这就是顿顿吃泡面。 我觉得好气又可笑,叫了一声,表姐,张琳转头看到我, 短暂的惊恶和慌乱后,厌恶而迟一道,乔诗宇,你怎么在这? 她上下打亮我一眼,不是说你妈出车祸了吗? 怎么还有空来逛商场? 该不会根本没出车祸,你是骗我妈钱来买衣服吧? 我捏着拳头,我妈转来附近的医院,我没带行李, 所以出来买点换洗衣服。 她旁边的中年男人饶有兴致,打亮了我一眼。 小琳,你表妹长得挺好看啊。 张琳脸色微微一沉,没搭理她,对我迟到, 你妈住院的钱都拿不出,这一千多一件的衣服,你买得起吗? 还说是大学生,怎么这么爱慕虚荣。 她拿出手机,给我转账两百,新发地那边有个地下商场, 那里的衣服比较适合你,你自己拿着钱挑两件喜欢的吧。 王思佳一直冷眼旁观在打游戏,见货瞧过来一眼。 大概是游戏输了吧,她滴滴皱了一句什么杀臂玩意后, 垮着脸站起来,朝我走过来。 她语气依然不好,挑了这么久都没挑好吗? 你们女的就是麻烦。 张琳的态度真的让我好生气。 小时候乔宴上班总是没时间带她,张琳晚饭几乎都是在我家吃的。 如果只剩下一只鸡腿,我妈一定会要我让给她。 结果她丝毫也不关心我妈妈死活。 可眼下的情况,我的确买不起这里的衣服, 也不能为了跟她争一口气打肿脸充胖子。 我将一肚子情绪狠狠压下,低声说,不买了,走吧。 张琳疑惑看了王思佳一眼,得意地笑了笑, 这才对,做人该有自知之明。 王思佳冷着脸,随手拿起几件衣服, 恰好都是我刚才翻过价格的。 我没空陪你再去逛其他家,就买这几件。 她冲一旁吃瓜的店员道,算钱吧。 我拽她胳膊,轻声道,不要了,这么贵,她偏过头盯我一眼,满是鄙视,这也较贵。 张琳的男人出去打电话了,她狐疑地上下打量王思佳问, 你谁呀?为什么要给她买衣服? 乔诗宇,你还勾搭魏成年。 王思佳脸色臭臭,说出的话更是难听,关你屁事。 跟魏成年的弟弟逛街,总比你找个干爹强。 张琳脸都气绿了,你这小孩怎么说话的? 王思佳瞥他一眼,凉凉地笑, 哼,你这样的女人,我见多了,你那个干爹该不会还有老婆吧? 张琳顿时像被踩到尾巴的猫,结结巴巴,你胡说八道什么呢? 反应这么大,多半是说中了。 找个中年男友尚且可以理解, 但如果插足别人的婚姻,就真的罪不可赦。 王思佳满面嫌恶,对我说道,还不把那两百块退给他,也不嫌脏。 我早就退回了。 店员把衣服扫好价,笑得眼睛眯成一条缝,一共是两万三千二百五,请问怎么支付? 张琳挑了下眉,小弟弟,两万多可不是小数,你可想好了。 王思佳调出支付宝,直接滴的一下付好了。 他转头看向张琳,讥讽勾纯,两万多对我来说就是小钱。 怎么,你干爹这么小气? 中年男人这时打完电话进来了,张琳不想输,晃着他的胳膊,夹着嗓子。 郭哥,我想买这几条裙子。 郭哥不耐烦皱眉,前两天才刚买过,买那么多,你穿得完吗? 张琳还是不想放弃,可是这几条裙子真的很好看啊。 郭哥甩开他的手,那你自己买,前几天不是刚给了你零花钱。 王思佳嘖嘖两声,挑衅又轻蔑地看着张琳。 张琳鼻子都歪了,又不敢跟男人大吵大闹,脸色要多难看有多难看。 王思佳挺开心的,朝我抬了下下吧,走吧,还想要什么?再买。 走出店铺一段距离后,我拉了拉他衣袖,这衣服能退吗? 王思佳一脸黑人问号,我舔了下嘴唇,逼都装完了,我妈住院还需要钱,我不能穿这么贵的衣服。 王思佳磨磨牙,你现在回去退,可能还会撞到那个恶心的女人。 我捏紧手提袋,比起被她嘲笑,当然还是我妈妈的医药费比较重要。 而且,人品如何,也不仅仅是靠衣服判断的。 如果我为了争脸面,不顾我妈妈死活,那我才瞧不起自己。 王思佳盯着我,你刚才在店里怎么不拒绝我买? 我看了他一眼,我怕落了你面子,而且我其实也想,也想出一口气。 可我现在,又后悔了,你在这等我,我自己去退。 我转身要回去,王思佳一把拽住我衣服,退个求,我可干不出装完毕反悔的事,你也不许这么干。 他恶狠狠盯我,你要是敢退,我就跟我爸说让他别管你妈。 这小屁孩,他一脸拽拽的样子,你要想谢我,就帮我写暑假作业。 那不好吧,但我可以给你当家教。 我眼睛一亮,一百块一节课,我可以教你二十五个小时。 王思佳暴躁地抓了下头发,走,现在就去退衣服。 衣服最后还是没退,不过他接下来带我去优衣库, 凶巴巴说剩下的都在这里挑,不准买贵的。 原来他是个学诈,买好东西,我刚回医院,隔壁邻居张沈的电话打过来了。 先是问了我妈的情况,然后又说乔燕找人来看我家店铺,说是要盘出去。 我之前是想把店铺盘出去换钱救命,可时间紧急,我在别人眼里又还是个做不了主的半大孩子,一时也找不到人接手。 但这是,跟乔燕有什么关系? 挂断张沈的电话后,我赶紧打给乔燕。 是让人去看了下,他公认不会,店铺是我弟留下,给你妈就算了。 你妈要是走了,难道给你这个野种吗? 不只是店铺,就连你们现在那个宅基地,也是我弟的,你别想要。 原来如此,难怪他不愿意掏钱帮我,竟然是存了这样的心思。 我妈性子软心得好,从没亏待过他,他竟然盼着我妈死。 人心怎么可以恶毒到这样的地步? 我捏紧手机,手背上青筋爆出,我妈绝不会有事,你死了这条心吧。 就算我不是亲生的,户口本上也明明白白写着我是我爸的女儿,她的一切都是我的,包括那十万块的债,我也可以要回来。 乔燕冷哼,就你读了书是吗? 我都问过了,借出的钱三年内没追讨,就默认不用还了,现在都是第五年了,你别想要回去了。 我对着电话吼,乔燕,你良心被狗吃了吗? 我要去法院告你,十万块,你一分不少都要还给我。 乔燕在电话内投笑,那你告一个试试呗,我告诉你,我不仅一个子也不还,你还得把那三千八百给我还回来。 挂断电话,我气得浑身发抖。 一回头,见王叔叔拎着两大袋水果站在身后,他缓声问,需要我帮忙吗? 我本以为欠债还钱,天经地义,却不知还有什么三年期限的说法。 乔燕说得那么真,我急急问道,如果借出去的钱,三年没还,就真的再也要不回来了吗? 是有这么个说法,我心意凉,不过这是有前提的。 如果这三年期间,你们没有留下任何向对方所要的音频和文字记录,这钱她的确可以赖着不还,但只要期间你们所要过,有,有过的。 两年前我爸病重,当时我妈找乔燕要过那钱,但被她推诿过去。 还好我妈妈一直舍不得换新手机,当初的微信聊天记录还保存着。 王叔叔看了聊天记录和欠条照片,拨了个电话出去。 张法官,周末还打扰你,他看了我一眼说道,有个看重的晚辈,家里人生病急着要钱,对方又不还。 所以想问问你,这种情况我要帮他准备些什么资料? 嗯,这些他都有,那我明天一早就让人把材料送过去。 多谢,改天请你吃饭。 王叔叔挂断电话,拍拍我的肩膀,放心,他三五天就会收到法院的传票。 谢谢王叔叔,可这种事情不都需要点时间吗? 隔壁张博讨账也告了法院,拖了足足半年,最后还没有拿到全款。 王叔叔温和笑了笑,我说三五天就是三五天,你好好照顾你妈,这是我会帮你处理的。 谢谢,等钱拿到了,我马上喊您垫付的钱。 王叔叔只是笑笑,好,到时候再说。 他贵人是忙,前脚刚走,王思佳就吃笑,你不会真的以为,我爸是不知道要哪些材料,才给你们县的法官打电话吧。 我一脸疑惑,真笨。 他们大人说话都喜欢打雅弥,我爸这是在请他帮忙加快处理你的事。 等着吧,你那恶心的姑姑很快就该遭报应了,你懂得可真多。 王思佳瞥了我一眼,在这样的环境里长大,自然就懂了,你以后也会懂的。 我以后大概没有那么多场合,需要懂这么深奥的人情事故。 当晚我妈总算是醒了过来,听说我要告乔彦,她轻轻皱眉,她是你爸唯一的妹妹。 妈,她想让你死,想把我赶走,这样你还要心软吗? 我握着她的手,眼泪掉在她手背上,要不是王叔叔,你可能就已经,你不知道我有多害怕。 我妈常常叹气,行,都听你的。 她静静瞧着我,你喜欢王叔叔吗? 我很感激她。 我妈似乎想说什么,最后也没开口。 两天后,我妈的情况稳定了点,转去普通病房。 趁着她午睡,王叔叔让司机送我回家一趟,关一下店里的水电,再拿点要用的东西。 到家的时候是中午,我请司机吃饭作为她来回送的答谢,居然碰到了桥宴。 她今天生日,叫了几桌饭。 她老公的亲戚,上司,还有平时跟她走得近的人都在。 她喝了点酒,被众人吹捧得红光满面,春风得意。 此时见我进来,她假模假样关切,失语怎么回来了? 我跟你姑父还准备明天去星城看你妈呢? 还没吃饭吧,快过来一起吃一口。 桌上只剩下残羹冷制,油腻的红烧肉粘在盘子底部, 苍蝇在上面盘旋,剑缝插针上来钉一口。 不用了,我是来请人吃饭的。 振子就这么大,我妈的事情都传遍了。 大家纷纷关心,我也耐着性子作答,并且解释了司机的身份。 乔燕不想在人前撕破脸,忍着心痛道, 你们的饭钱也算我头上,我去结账。 她站起去不远处的收银台扫码付账, 但很快她就惊呼,怎么付不出去。 等等,我换微信试试。 老板娘伸长脖子等了半天说道,付好了吗? 乔燕的脸色不好看,说我账户被冻结了。 她从包里掏出一张卡,那刷卡吧。 结果还是一分钱都刷不出。 这一次,乔燕肉眼可见地慌了。 怎么会刷不出来呢? 我支付宝微信里都有两万多? 银行卡里也有钱啊。 我夹了一筷子青菜,冷冷地看她,姑姑挺有钱的呀。 那前几天我要你还我钱交我妈的医药费, 你怎么就拿不出呢? 乔燕的脸色清一阵白一阵的。 不过她眼下显然更关心她的账户上的钱, 为什么都被冻住,急急要给银行打电话。 就在这时,她手机响了。 她报了地址,很快EMS快递员找了过来。 快递员嗓门不小,足够所有人都听明白了。 这是法院的船票,请你签收一下。 船票? 一时众人都安静下来,吩咐看向乔燕。 乔燕接过后拆开,早有大妈凑过去看了内容, 惊讶道,乔施宇,是你起诉要你姑姑还钱啊。 小地方讲人情事故,不到万不得已, 不会闹到警察局和法院去。 乔燕脸上的肥肉气得在发抖, 乔施宇,咱们是一家人,你至于闹成这样吗? 我觉得好笑,一家人,你们刚才都听到了, 他支付宝微信银行卡里都有钱, 我妈等着钱救命,可他偏偏不还。 这已经不是钱的事,这是人命的事。 我灼灼盯他,这钱,你要是不还, 法院会强制从你账户上划拨给我。 你卡上钱要是不够, 法院会拍卖你现成的那套房子把钱还我, 你别想赖掉。 王叔叔往我银行卡上赚了十万, 向法院申请财产保全, 可以冻结乔燕的相应资产。 乔燕眼珠子瞪大,冲过来薅我头发, 你个小野种,你又不是我弟的种。 那是我弟的钱,他死了就是我的, 你一分钱也别想要走。 我没想到他突然发疯, 一时没有防备, 被他抓住头发, 狠狠磕在桌子上, 顿时头晕目眩。 牛高马大的司机反应过来, 冲过来一脚踹开他, 并且挡在我面前。 其他人也反应过来, 纷纷上前拽住他。 我摸了摸额头, 摸到一手的血。 我搓了下手指上的血, 狠狠钉他, 撒泼也没用, 你的账户解封不了。 这十万, 你必须要还。 有本事, 你就去跟法官说, 看看他会不会说我是野种, 不给我钱。 乔燕气的鼻子都歪了, 指着我咒骂不止。 其他人劝的劝, 八卦的八卦。 饭是吃不成, 我出饭店前, 看到老板娘拽了下乔燕老公, 这三千五百块饭钱, 你付一下。 乔燕老公脸色占红, 先欠着, 我发了工资就付。 他性格软弱, 财政大权一直在乔燕手里, 估计浑身上下, 加起来不超过一千块。 走出几步远, 张婶子追了上来。 他安慰我道, 别听你姑姑瞎说, 你爸一直把你当亲生的孩子。 你爸临走之前, 还叮嘱你姑姑多关照你们。 他不是我姑姑了。 我顿了顿问道, 张婶, 那您知道我亲生爸爸是谁吗? 具体我不知道, 你得问你妈。 这几天, 妈妈提起王叔叔神色总是很复杂, 而王叔叔说妈妈是他的故人, 王思佳对我又很有敌意。 难道说, 我是妈妈跟王叔叔的孩子吗? 怀着这样的心思, 我一连好几天都心神不宁。 想要问问妈妈, 又怕刺激到她。 也许她是看出了我的心思吧。 这天晚上, 王叔叔来探病, 临走时, 我妈神色迟疑良久, 最终开口, 就今天, 把事情跟孩子说了吧。 王叔叔脚步一顿, 神情很激动, 会不会太急? 我妈深深瞧我一眼, 施宇, 你大概也猜到了吧? 我猜得并不对, 我不是我妈的孩子, 是她跟我爸捡来的。 当年, 王叔叔家保姆的孩子赌博, 欠下巨额赌债。 她借钱不成, 心生怨恨, 把三岁的我带走, 威胁王叔叔给钱。 我生母报警, 保姆带着我四处逃跑, 最后得知儿子已经被债务逼死后, 把我随意丢弃在荒郊野外, 自己也跳河了。 我生母懊悔不已, 生下王思佳后不久就病逝了。 王叔叔一直以为我已经跟着保姆一起死了, 因为他们在河里发现了我的衣服跟鞋子。 是很偶然的机会, 看到我的照片才有了后来的调查和验证。 说到这, 她眼眶通红。 拿出手机翻出一张像素不高的照片, 这是你妈妈年轻的时候, 照片里的女人穿着精致, 笑容灿烂。 眼睛和嘴巴长得跟我几乎一模一样。 我本名叫王家仪, 王思佳对我有敌意, 一来是觉得如果不是我, 生母就不会早早死去。 二来, 她因为思佳这名字从小被人嘲笑, 连带着对我这个素未谋面的姐姐也没有好感。 我妈一直瞒着我, 一来是担心影响高考, 二来也是怕失去我。 这天晚上, 我做了个梦。 梦见七八岁时, 我妈有段时间总是吐, 我很害怕, 以为她生了大病。 夜里总偷偷哭, 后来她告诉我, 我要有弟弟了。 小地方重男轻女的风俗很盛, 很多有了儿子的人家, 对女儿的爱会大幅削减。 之前也经常有嘴碎的大妈跟我开玩笑, 说以后有了弟弟, 爸妈就不会这么宠我了。 我情绪低落了很久, 后来没忍住, 问我妈, 如果生了弟弟, 是不是就不爱我了? 之后没多久, 我妈就拿掉了那个孩子。 醒来时已是凌晨两点多, 城市的灯光落入小小的病房。 我妈躺在床上, 呆呆地看着外面。 从今天告知我真相后, 她就心事重重。 我轻轻爬下床, 到她床边握着她的手, 把额头抵在她手背上。 妈, 那时你没有为了弟弟抛下我, 我现在也不会因为找到了亲生爸爸就抛下你。 你永远是我妈妈, 我也永远是你女儿。 昏暗的光线里, 我妈闭上眼睛, 一行泪从眼角无声地滑落。 十天后, 我妈总算能出院休养了。 那一生爸我还是叫不出口, 王叔叔也不在意, 不急, 等你什么时候想叫了再说。 为了方便复查和照顾, 王叔叔让我们暂时在星城, 他名下的一套房子里住下, 又给我找了保姆, 方便一起照顾妈妈。 法院办事效率神速, 我妈出院的第二天, 案子就开庭了。 乔燕在庭上把她那一套, 我不是亲生的说辞拿出来, 可惜在法律上站不住脚。 法官判她归还我的十万, 如果她不自主还, 就强制划波。 乔燕破口大骂, 最后被关了三天, 还罚了几千块, 这才老实。 大概是知道胳膊拧不过大腿, 也不想自己的账户一直疯着, 她最后骂骂咧咧把钱还上了。 不过镇子上开始有了留言, 说我给人当小三了, 要不然哪来的钱给我妈治病, 而且出院了还能留在星城休养。 那个开着奔驰送我回去拿东西, 送我去法院的, 根本不是什么司机, 就是我勾搭的大款。 传得有鼻子有眼, 最后我高中同学都委婉地来问我, 是不是有这事? 用脚趾头也想得到, 是谁在传这些消息? 这天张灵居然联系我了, 说想跟我见一面。 我本来不想去的, 可她说是有关我妈的事, 我想了下, 还是去了。 她约在一家高档餐厅, 我一进包厢, 就感觉不对。 因为包厢里坐了五个中年男人, 除了主位的那个外, 其他男人身边坐的都是穿着清凉的年轻姑娘。 张灵热情地挽住我胳膊, 施语, 快来坐。 主位上的中年男人上下打量我一眼, 露出满意的微笑。 张灵热情地介绍, 我表妹今年刚考上的大学, 不仅好看, 脑子还很聪明呢。 中年男人笑容加深了点, 挤出一脸油腻的褶子, 一脸施舍地对我招招手, 来, 坐我旁边。 这情况, 就算是傻子也知道是怎么回事。 我不敢置信地看向张灵, 狠狠甩开他胳膊, 你可真无耻, 放开我。 他死死拽着, 压低声音, 装什么清高。 陆总有钱得很, 不会比你的金主差, 一个小男孩, 手上能有多少钱。 你好好的跟着陆总, 以后咱们姐妹一起过好日子。 你要不是我表妹, 这好事我还不介绍给你。 我真是开了眼, 这也叫好事。 我怒了, 张灵, 你自己爱给人当小三, 那你自己好好享受, 别以为人人都跟你一样, 我还不差这点钱。 话音一落, 一屋子的人齐刷刷看向我。 我实在是太生气了, 没有考虑到眼下是什么场合。 张灵冷吃到, 装什么清高呢? 你要不是卖了自己, 哪来的钱给你妈治病? 领头的陆总更是沉了脸色, 小小年纪, 脾气倒挺大。 我赶紧往门口跑, 刚把包厢门扒开一条缝, 就被张晓琳和郭哥一左一右地拽住。 张灵恶意满满, 别给脸不要脸, 其他人想入陆总的眼, 都没机会。 我知道了, 他已经满身恶臭, 所以也想把我一起拽进这屎盆子里。 那样的话, 我跟他就一样, 再也没法在他面前 挺起腰杆坐人。 两人力气极大, 我胳膊都要被废了, 郭哥还捂住了我的嘴。 我使劲挣扎, 就在这时, 走廊尽头出现了一道高大稳重的身影, 他身后还跟着一群人。 我狠狠一口咬在郭哥的手上, 他吃痛力道松开了点, 我下意识叫了一句, 爸,嘴又被捂住了。 郭哥把包厢门关上, 两人拽着我往座位上拖。 陆总胡一道, 你刚不会是叫王总爸爸? 张林显然也认识王叔叔, 狠狠吃笑我, 你也不看看那是谁, 歹谁都叫爸, 人家应你吗? 陆总站了起来, 整理了一下衣服, 难得碰到, 我去打个招呼。 其他人也纷纷站起来, 陆总皱眉, 有你们什么事, 王总那样的人物, 没时间一一认识你们。 他手刚伸到包厢门上, 门就被人从外面拉开了, 高大的身影, 直直竖在门口。 他锐利的目光落在张林和郭哥身上, 两人纷纷打了个寒颤, 下意识松开我。 我一直在挣扎, 骤然脱力, 脚下一个踉枪。 王叔叔赶紧上前一步, 伸手扶住我的胳膊。 我惊魂未定, 张了张嘴, 那一声霸道了嗓子眼, 又咽下去, 嘀嘀叫了句, 王叔叔, 王叔叔喉头滚了下, 点了点头。 王思佳此时拨开前面的成年人, 快步上前, 一把将我护在身后。 我穿着短袖, 刚才被郭哥和张林抓住的地方, 眼下一片红紫。 王思佳看了一眼, 突然上前几步, 一脚踹在郭哥的胸口。 郭哥始料未及, 被踹得连连后退。 从他出现那一刻起, 张林脸色就变了。 此时见郭哥被踢, 他更是要躲。 王思佳一脚踹在他膝盖上, 他扑通一声跪在了地上。 王叔叔这才开口, 思佳, 过来, 别动手。 王思佳脖子上青筋抱起, 朝着张晓琳的脸挥舞拳头, 吓得他嗷嗷直叫。 思佳, 王叔叔又叫了一声, 他才愤愤然将拳头收了回来。 陆总已经吓呆了, 他看看我又看看王叔叔, 卑躬屈膝, 王总, 都是我有眼不识泰山, 都不知道这位小姐是您认识的晚辈。 他狠狠瞪了郭哥和张晓琳一眼, 都是这两个蠢货, 王叔叔淡淡逆了他一眼, 陆总的腰又弯了两分。 他不是晚辈。 王叔叔顿了顿, 伸手轻轻搂住我的肩, 这是我的亲生女儿。 他说着, 转向身后众人, 你们应该都知道, 我有个女儿, 三岁的时候失踪了, 前段时间刚刚找回来。 他慈爱地看向我, 施语, 跟叔叔伯伯们打个招呼, 他们都是你长辈, 会护着你的, 陆总的脸彻底白, 狠狠甩了自己一巴掌。 王总, 都是我瞎了眼, 您别跟我一般计较, 我实在不知道是您女儿。 王叔叔看向他, 冷冷道, 不是我女儿, 你就能胡来吗? 他若不是我女儿, 那也是别人的女儿。 小陆, 你自己也是当爹的人, 咱们世人, 可不是禽兽。 我们离开的时候, 那个陆总已经贪成了一团泥。 我不是很明白, 王叔叔甚至没动他一根手指头, 他为什么怕成那样? 王思佳比是我, 咱爸刚才说那些叔叔伯伯们都会护着你, 意思就是, 以后这姓陆的, 别想在这圈子里混了。 你怎么这么笨, 那女人一看就不是好货色, 你还一个人来, 我低下头, 我只是没想到人心可以坏到这样的地步。 天真, 王思佳冷痴, 我怎么会有你这么天真低姐? 我猛地抬头看她, 这是她第一次称呼我姐。 王思佳瞪大眼睛, 看什么看, 你不想认我这个地, 我还不想有你这么蠢的姐姐。 我不是不想认你, 我, 我以为你不喜欢我。 我只是个小镇没见过世面的女孩, 她却是从小锦衣玉时长大, 我们的生活轨迹全然不同。 王思佳恶狠狠的, 我的确不喜欢你。 她吐出一口气, 但你是我姐, 我可以嫌弃你, 别人要是欺负你, 岂不是踩在我头上拉屎。 众人散去, 王叔叔细细查看我手上的伤痕, 刚才没有跟你商量, 就跟大家宣布你的身份, 也是为了保护你, 你不要怪我。 不会, 我还要谢谢王叔叔。 王思佳在一旁不冷不热的, 刚才不是叫了爸, 现在怎么又变成叔叔? 王叔叔瞪了他一眼, 温和道, 不急不急, 能把你找回来, 我已经很开心, 咱们还有的是时间。 我抬眼看了他好一会, 轻声道, 爸, 王爸爸一正, 旋即红了眼眶, 哎, 好孩子, 以后爸爸再也不会让你受任何委屈了。 多半我爸是知道镇子上的留言了, 三天后, 他弄个浩浩荡荡的车队, 送我和我妈回去, 并且在县城最好的饭店, 叫了最贵的席面, 请我和我妈认识的所有人来吃, 说谢谢他们多年来对我的照顾, 就连县里的领导都来了一大串庆贺, 每个来吃饭的人都有一个最新款的苹果手机当伴手礼, 每个人看我的目光都充满了艳羡, 极度甚至还有敬畏, 乔艳也来了, 作为我的姑姑, 她被安排在上宾席位, 前些日子我们两人的争吵, 还历历在目, 她一口一个野种地叫我, 而如今, 我亲生父母身份明朗, 她看着这迎来送往的贵客, 脸色要多难看有多难看, 所有人都在夸我, 聪明、孝顺、漂亮、懂事、 临危不乱, 各种彩虹屁就跟不要钱似的, 只有王思佳语气硬邦邦, 别飘, 不是你真的有那么好, 是因为咱们有个好爹, 我点点头, 我知道的, 王思佳瞟我一眼, 傲娇道, 不过你也没那么差, 好歹是我姐, 比你那些同学还是要好个十万八千里吧, 这弟弟, 也不知怎么养成这别扭脾气, 她看了一眼, 坐在角落里的张林, 你那个便宜表姐今天倒是很乖, 你等着看, 我送了她一份礼物, 你可不要胡来, 不能再打人了, 王思佳呵呵两声, 那天是气狠了, 这世上要教训人多的是不沾手的法子, 你等着看吧, 乔燕应该还不知道那天的事, 别人说起张小林, 她还大着嗓子说自己女儿, 如何找了个有钱的男朋友, 多半是想借此找回一点面子, 大家街里街坊, 也敷衍着吹捧几句, 其实大家都清楚, 找再好的男朋友, 都不如有个有钱的爹, 男人会变心, 血脉亲情全没那么容易割舍, 饭吃得差不多, 一个衣着贵气的中年女人, 带着几个警察进来了, 乔燕一见她, 顿时面色大变, 拿包包挡着脸拔腿就要走, 可女人已经眼尖地瞧见了她, 上前一把薅住她的头发, 小贱人, 你往哪里跑, 有本事勾引我老公, 还趁我回娘家的时候上我家, 现在倒是怕了, 想跑, 乡亲们一阵哗然, 乔燕坐不住了, 你胡说八道什么呢, 干嘛打人, 快把我女儿放开, 我看向王思佳, 他对我挑了挑眉, 学着点, 这叫借刀杀人, 那个郭哥是靠着岳父发家的, 居然不知死活还在外面养小的, 胡说八道, 中年女人有备而来, 直接从包里掏出一叠照片甩在地上, 有她跟郭哥的结婚照, 全家福, 更多的是郭哥跟张晓琳的亲密照片, 尺度大的令人咋舌, 饶是张琳脸皮厚, 这会也坐不住, 扑上去要扯那些照片, 可是大家都已经看到了, 乔燕, 这就是你那个年轻有钱的女婿呀, 这得似是好几了吧, 人家有老婆有孩子的呢, 我就说, 一个高中毕业的姑娘凭什么, 原来是靠这个乔燕这人爱嘚瑟, 乡亲们看不惯的, 极度的都有, 这会全部都爆发了, 乔燕脸色轻一阵白一阵的, 我, 我之前也不知道, 郭夫人冷笑, 你真的不知道, 你不是还跟着小贱人, 跟我老公一起吃过饭, 明知自己女儿在干嘛, 不以为耻反以为荣, 你女儿是小贱人, 你就是老贱人, 一屋子都不是什么好货色, 众人对着他们一家子指着点点, 张琳她爸估计是被蒙在鼓里的, 此时面对众人的指责, 她恼羞成怒, 先是狠狠踹了乔燕一脚, 又一巴掌甩在张琳脸上, 你们, 你们两个, 把我家的脸都丢尽了, 张琳红着眼眶, 死死盯着我, 是你, 都是你干的是不是, 她甩开郭夫人的手, 我就勾引你老公了怎么了, 我现在跟她已经断了, 我也不犯法, 你能把我怎么样, 你再打我, 我就告你, 估计是做贼心虚, 她竟然都已经预料到了这一层, 她抬着下巴, 钱我已经花完了, 你别想再拿回去, 郭夫人挑了下眉, 所以, 还是要多读点书, 老郭带你去过家里, 你偷走了我的项链, 包包和戒指, 那些东西加起来价值四十多万, 我发票都还留着呢, 按照法律, 要判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的, 郭夫人弯下腰, 对着张琳笑, 至于老郭给你买的车子房子, 这些都属于夫妻婚内财产, 我可以追悔的, 张琳惊恐地瞪大眼睛, 那些不是我偷的, 是她让我拿的, 郭夫人怂怂间, 监控只看到你鬼鬼祟祟, 进我的房间拿东西, 可没拍到是她让你拿的, 她跟警察说, 是你偷的呢, 恐惧, 爬满了张琳的眼睛, 她狠狠地发抖, 回头看向我, 嘴巴颤动, 是想求我放过她吗? 还是想继续咒骂我? 我等了半分钟, 最后她一个字也没说出口, 郭夫人带来的警察上前, 将她烤住, 乔燕冲上去想帮自己女儿, 可无济于事, 张琳被带走了, 郭夫人早就把所有的东西都摸得门清, 张琳也不是全然没脑子, 买的房子车子, 都落在乔燕的名下, 可原配已经搜集好了证据, 证明这些东西实际出资人是郭哥, 这些作为婚内财产, 她都有追索的权利, 请客之间, 乔燕之前还吹嘘的财产所剩无几, 她整个人瘫软在地上, 眼睁睁看着自己女儿被带走, 承受老公的指责, 所有人的嫌弃和指点, 眼泪哗哗地落, 嚎了几声, 她猛地想起什么, 朝我妈冲过来, 嫂子, 嫂子, 你帮帮我呀, 那可是你亲侄女, 我妈这人性子一向软, 我还担心她被三言两语就哄骗了, 没想到这一次, 她一脸不忍地说, 这头东西坐牢, 天经地义, 我怎么帮你呀? 乔燕瞪大眼睛, 嫂子, 你从小看着小林长大的, 你难道忍心让她去坐牢吗? 我妈握紧我的手, 似乎这样才有力气说出狠话, 是啊, 我从来没有亏待过她, 可她却一门心思想着把我女儿往火坑里推, 我是心软, 也没软到这地步, 乔燕眼眶里都是血丝, 吼道, 嫂子你好糊涂, 她现在不是你女儿了, 是王家的人, 小林才是你实打实的侄女, 你闭嘴, 我获得站起, 哪怕我认回了爸爸, 妈妈也是我妈妈, 这一点永远都不会改变, 我会孝顺她一辈子, 我们永远都是一家人, 王爸爸也正色道, 养恩大于生恩, 理解是我们全家的恩人, 是施语的妈妈, 也是我们的家人, 我在这里也表态, 绝不会阻止他们母女的相处, 我妈红了眼眶, 深深看我一眼后, 默默挺直了腰杆, 张沈道, 乔燕, 你有空在这里说七说八, 还是赶紧回去好好跟人原配求情, 让人高抬贵手吧, 就是就是, 不少人附和, 更是有人对身边半大女孩道, 看到没, 这就是不走正道的代价, 以后可千万不能像张琳那样, 乔燕走了, 背影像是丧家之犬, 宴席散场, 王爸送我和妈妈回家, 下车时, 我轻声道, 爸, 谢谢你, 王爸叹口气, 你猜到了, 我点点头, 事情应该是私家漏给郭夫人的, 但那些证据, 怕只有爸爸你才能让人这么快思, 而且爸你要是不默许, 他今天应该不敢跑来闹, 毕竟今天是我的任亲宴, 人活在世就是这样, 免不了龌龊阴思, 爸爸本来希望你可以不接触这些, 可又怕你什么都不懂, 下回还会上别人的党, 他摸摸我的头, 你就在旁边看, 心里明白是怎么回事就行, 动手还是爸和私家来, 天真无畏是一种美德, 可一旦灾难来临, 天真的代价是巨大的, 我不要再经历一次, 学校很快就要开学, 妈妈还是不想离开小镇, 我想在开学之前, 留在家里陪陪她, 王爸请了一个保姆, 还留下一个司机给我们, 说是司机, 其实还兼着保镖的职责, 据说以前是个散打教练, 乔燕这两天焦头烂额, 四处找人找钱, 这天我去一趟县城买东西, 前脚刚到后脚保姆就给我电话, 是她带着个中年男人来我家了, 又想搞什么鬼, 我东西也顾不上买, 匆匆回去, 远远地就听到乔燕的大嗓门, 嫂子是与现在话说的好听, 可富贵迷人眼, 她以后肯定还是跟她亲爸爸亲弟弟更亲近, 你还年轻, 找个人做伴多好, 周老弟人不错的, 又比你年轻, 家里条件也不错, 一定会好好待你的, 错过这村, 可就没这店了, 我浑身的血轰的一下冲到头顶, 这个男人我认识, 的确是有房有车, 还有个亲哥哥在星城公安体系内, 他今年五十, 却离过三次婚, 因为他虽然有钱, 可一分也不舍得给老婆花, 而且爱喝酒, 喝醉了就动手, 老婆孩子一起打, 每次离婚, 他都编排女方出轨, 四处给女的泼脏水, 以至于现在十里八乡都知道他, 哪怕是带五个孩子的寡妇, 也不肯嫁他, 乔燕居然说这是良缘, 我一脚踹开门, 怒道, 既然他这么好, 那你自己嫁呀, 我妈就算要嫁人, 她也会自己找, 乔燕皮笑肉不笑, 你以后吃香的喝辣的, 还能把你妈揣在裤腰带上, 我也是为了她好, 才怪, 她无力不起早, 绝对有所图谋, 男人咧嘴笑, 露出一口大黄牙, 诗语, 我老早就看上你妈了, 你看, 我哥也在星城当官, 以后我带着你妈去星城住, 这不也挺好, 原来如此, 我看着乔燕冷笑, 你是想把我妈推到火坑, 然后让她请她哥, 把你女儿捞出来, 你不想让你女儿坐牢, 可以让她哥哥把她救出来, 然后让她嫁给王叔啊, 岂不是两全其美, 周叔, 你会嫌弃张玲给人当过小吗? 男人舔了下嘴, 两眼放光, 那不都是过去的事, 乔燕, 我觉得这样也挺好的, 你女儿名声反正臭了, 以后也没人要了, 乔燕气得头顶冒烟, 可又不敢得罪王叔, 生生忍着怒气, 脸都憋绿了, 就在这时, 男人手机响了起来, 老年人接电话都爱外访, 那边响起一个气急败坏的声音, 周建国我告诉你, 别到处吹牛说我能摆平, 我就是个小小的派出所所长, 你也不看看, 那女的得罪的是什么人, 你要再胡说八道, 以后我就当没你这个地, 周建国走了, 乔燕也走了, 我站在二楼, 听到他急急劝道, 只要你娶了我大嫂, 那咱们就是一家人, 一家人的事, 你哥难道还不帮忙吗? 我大嫂没儿子, 养女又这么有出息, 以后这房子店铺, 还有这数不清的钱, 不都有你一份吗? 人心之恶, 真是超乎想象, 周建国很心动, 可惜我妈不可能瞧上她那样的, 而且她哥哥后来又给乔燕打过电话, 明确表示自己爱莫能助, 让她不要再当嚼屎棍, 其实出卖我妈妈, 不应该是最好的办法, 给人当小, 法律上是无法惩治的, 张晓琳最主要的罪过是偷窃, 正常的人应该是先筹道钱, 去请求郭夫人的原谅, 乔燕的大部分钱虽然不能动, 可她还有一笔钱是漏网之鱼, 那就是民间借贷的那些, 可她不舍得, 她第一时间想到的, 是把我妈订出去, 事业, 我给王爸打了个电话, 爸爸, 民间借贷是犯法的吧, 我该怎么举报呢? 得看他们的利率订得多少, 两天后的傍晚, 一声淒厉的惨叫, 响遍了整条街, 乔燕放了五十多万在贷款组织手里, 那应该也是她最后的一笔钱, 可那个借贷组织不合法, 涉嫌放高利贷被查封, 她之前拿到的收益, 也不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 所以那笔钱, 她收不回来了, 她跑去新城, 求郭夫人, 找去人公司, 当面给人下跪, 可郭夫人不为所动, 直接让保安把她扔了出去, 张晓琳偷窃的事, 已经是板上钉钉, 不日就要开庭, 短短一周, 乔燕瘦了一大圈, 原本满头乌发, 白了一大半, 整个人精气神都被抽走了, 学校快开学, 我也得去新城了, 临行前晚, 他们夫妻俩来了, 乔燕早已不负当初的趾高气阳, 她说了许多好话, 求我看在养父的份上, 搭救张晓琳一把, 说到后来, 甚至给我跪下磕头, 晓琳她才刚二十岁, 这要是坐几年牢再出来, 什么都毁了, 求求你, 救救你表姐, 我默然地看她, 她就是坐牢而已, 我妈当初是等着钱救命, 你觉得哪个更严重一点, 既然你口口声声, 我不是乔家的种, 那我为什么要管她的事, 如果以德抱怨, 那何以报德, 种什么因, 得什么果, 希望她好好改造, 重新做人, 小镇路灯昏暗地光落在她离开的肩膀上, 却仿佛千斤重担, 压弯了她的脊梁, 后继, 张晓琳后来被判了九年, 几乎算是顶格判了, 她家在镇子上成了过街老鼠, 乔燕在外人面前抬不起头, 就把一肚子火兜发在老公身上, 后来她老公实在忍不了, 两人打了一架, 乔燕被打得满脑子血, 在医院住了半个月, 我妈还是心软, 偷偷借了她医药费, 从医院出来后, 她依然不感恩, 还是会在背后编排我家, 要不就在我妈面前挑拨离间, 可是没人信她了, 大家都把她当个笑话看, 婆娘们聚在一起就会说, 可别学乔燕, 放什么贷款, 去外面要赚干净钱, 可千万不能去招惹已婚男人, 她活着, 活在每一个人的嘴里, 活成了镇子里行走的反面教材, 而我, 站在王爸给我搭的梯子上, 越爬越高, 最终, 乔燕也好, 张琳也好, 都是脚下一粒小小尘埃罢了。 好了, 这就是今天给您带来的全部内容了, 大家记得订阅留言哦。